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希望2020年能够与朝鲜成功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文在寅14号透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 两次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表达生日祝贺 报道说 蓬佩奥当天在加州发表讲话说 希望2020年美朝能够成功举行会谈 他同时承认 谈判进展是缓慢的 连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14号 在青马台举行新年记者会表示 朝美应尽快展开对话 他表示 目前的情况虽然并不乐观 但是也没有到悲观的程度 他还透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近日两次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表达生日祝贺 文在寅提到 青马台国家安保市市长 郑义荣访美期间 被叫到了特朗普的办公室 特朗普嘱托郁荣 向金正恩转达生日祝贺的信息 郑义荣照办了 文在寅补充说 特朗普可能觉得这还不够 又向朝鲜方面 传送了相同内容的亲笔贺信 这值得肯定 朝鲜外务省顾问金贵官 11号确认金正恩 收到了特朗普的生日祝贺 但他强调 金正恩与特朗普之间良好的私交 并不能让朝鲜回归对话 朝美恢复对话存在可能性 前提是 美方必须完全接受朝方所提条件 但朝方清楚 美方没有那样的准备 他表示 由朝鲜单方面承受压力的谈判 朝鲜将拒绝再出席